关于所谓的内线交易的指控 这完全是一个乌龙的爆料 那本人在2016年7月的时候 就以个人资金来汇款给科治企业 125万来进行创业的投资 那我也在2016年11月的时候 就已经取得股份 那为什么会有2018年5月的 相关的这个日期 是因为其实在2018年5月 鸿海相关企业投资科治之后 才去做这样的一个实体股票的印制 所以呢其实这一切的过程相当合法 因为毕竟如果是2018年5月 鸿海相关企业才投资科治的话 那我也不可能在两年前就预知未来 知道2018年会有这样的一个投资案例 那而且呢到现在为止 科治企业都还没有股票上市 所以根本没有所谓的内线交易的情势 所以我这边真的觉得 林根仁先生还有他的团队 这个对产业跟科技企业的 这一些相关的基本ABC都不了解的话 实在让人非常的担心 这个基本法律不懂的情形下 怎么样能够有能力来带领全台湾 最重要的科技产业聚落城市呢 有关专利权的申请事宜 这个部分的话 申请人都是相关的公司 高宏安只是发明人之一 并不是专利申请人 再次澄清 第三个 本人在立法院所聘用的助理 所有的一切都是合乎立法院的法规 相关费用也绝对没有 所谓的诈领助理费或人头的事宜 所以请最担心改变